沒有輸入下降 依然 充滿了熱情啊 我玩料超久 傑斯卡直接傻眼 這是我夢想中的造型啊 沒有嗎?就戲啊 沒有為什麼啊 因為戲裡要 我八月會上映一部奏品叫 初戀慢半拍 我演一個處男 一個色孔的處男 對我人生中 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的表演 因為我離處男很遙遠 我做了很多功課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進行戲院觀賞 這樣 確診後一陣嗎? I out 這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我確診的第一天 確實滿嚴重的喉嚨不舒服 很累 一吸大口氣就會想要咳嗽 呼吸要比平常更用力 三天後就沒事了 但我快篩 一直到第十天才是陰性 我個人啊 對我沒有要第十任何東西 就是我個人會覺得就是 還是陰性出門比較好 所以我到第十天才出門 出門的第一次我去做有氧 我去做了登街有氧 跑步機 然後都正常 然後這我就沒有深厚一點 所以我算是幸運 我個人理論是覺得比較偏向 覺得大家還是比較嚴肅的看待 但是不要大驚小怪會比較好 防不勝防 然後各種東西平衡下來 我覺得共存嗎?還是要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想一下 可以討論一下 確診之後性慾下降會傳染給對方 什麼意思?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性慾下降 依然 充滿了熱情啊 瘦子當爸 我跟你講 我超想要當爸爸 我超想要生小孩 但是 就找不到人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對 我很想要趕快有一個小孩 不想跟我小孩 年紀離太遠 可以跟小孩一起玩 滿重要的 所以 我滿羨慕現在只有小孩的人 就是同年紀也同輩 找不到人啊 真的找不到人啊 我原本預計是28歲 才要結婚生小孩 但因為出了一些 我個人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 就 把計劃延後了 因為我想讓我的生活更穩定這樣 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小時代四原版嗎 應該是看不到啊 我只能說抱歉啊 對啊 我真的希望可以看到原版 我先尿尿 等我一下喔 噢 西西又不睡覺 哇 尿超久 我真的沒想到我尿那麼久 不好意思 這 我真的沒想到我尿那麼久 這 就是這個 不好意思 而且沒看到鏡頭轉 鏡頭一轉 很尷尬 尿不完耶 很尷尬耶 怎麼會這樣 等我一下 好 尿回頭 好 尿回頭 洗手 我要洗手 我要洗手 要我看 我當然有穿褲子喔 一個人在家還是要穿褲子保 不然很尷尬耶 每天 有靠天 一定會被船破了 但沒有被船破了 照片 背筒 從鎮休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